我想請問一下今天怎麼會特別跟議員來這邊視察關渡國中的這個體育署館的屋頂 我想今天很謝謝林二圖議員 特別來跟我反映在地居民他們受到這個關害的影響一年多了 所以特別讓我來了解 然後看如何來幫地方的鄉親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一直以來林二圖議員是我的前輩 我在第一次參選的時候議員就給我非常大的照顧指導還有幫忙 我都一直感念在心 我在立法院這七年多 我在地方上面跟議員配合得非常好 只要有中央需要協助的地方我都盡力跟議員來合作 所以今天再次跟我反映地方的住戶有這樣的心聲 會特別找基層來 這就是我一直秉持的態度 實際了解市民的需求 實際來看來幫民眾解決問題 這就是我一路走的始終如一的堅持跟態度 委員長我想問一下 市北區你兩個月內來了至少七次 然後今天還跟這個林瑞圖議員就是合體 那是不是想要搶公五黨籍的支持 其實我們在每一區都積極的請走 也跟每一位議員有很緊密的合作 我想就是實際了解市民需求幫大家解決問題 我想我就是一副一腳意 然後積極的爭取市民的支持 所以今天特別來到我們士林北投 跟所有的好朋友見面了解在地居民的想法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黃仙仙資向好像也蠻強的拉攏 這個瑞圖議員 那今天他主要是跟他一樣的支持 我很感謝瑞圖議員 他其實從很早就給我很多的指導 我剛剛講過 不管是在第一次參選 或是我進入立法院 前輩 前輩都給我很多的建議 讓我在怎麼樣協助地方解決住戶的澄清案件 他非常有經驗 我想未來在 如果有機會進入市府 對市政的推動 我們有這樣子這麼資深的前輩 藉由他的經驗來協助 我相信絕對是市民之福 那我也怎麼看就是昨天沈時中 他又有提到就是說 柯市長八年任內 捷運該不出一條 你現在怎麼看他頻頻拋出這個意見 然後來攻擊柯文哲的這個市政 那這個八年再不出一條捷運 你是不是也覺得這個區域也是很不OK 我想 捷運經驗 當然是需要時間 所以未來如果上任市長 也一定會延續包括新路東延段的計畫 而且北北基 包括謝國良 包括後遺市長 我們一起打造交通共同圈 那反觀陳時中部長 他過去擔任指揮官 他在核准高端EUA 到現在第二期報告都沒有出來 完全不用心 完全不在乎 如果他能夠把對選舉的精神 用在防疫上 現在我們就不需要在大熱間還戴著口罩 不過柯文哲黃山陳時中 這樣三個人一直在對上 不過會不會覺得自己被邊緣化 選首都市長 絕對不是噴正是口水 每天吵架鬥水 市民需要看到的 是一個真正能夠提出市政願景 長期為台北市民付出服務 有在經營 而且能夠有國際觀大格局 真正帶領台北市 成為國際一流大都會的互選人 我想我絕對是市民其中第一的選擇 那你前幾年都去設指導了 可是陳時中已經取消了 你怎麼看 聽說這動員不成功 所以我就是積極的走入基層 去了解在地民眾的需求 所以前天一樣很早安排到設指導 實際了解在地鄉親他們的感受 其實52年前在沒有配套措施之下 就列為洪泛安區境界 那當地居民他們所受的痛苦跟委屈 我們其實理解也感同身受 他們很希望能夠重建家園 能夠改善生活品質 能夠保留傳統居住文化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他們很關心的議題 所以未來如果當選市長 一定用最務實的態度 將設置到列為最優先要解決的問題 而且針對在地居民他們很關心的 包括公共設施用地問題要解決 還有包括污水排水的處理 還有包括如果開發後續居民的安置等重大議題 我想我一定是面對面和民眾溝通 凝聚共識 讓我們在地居民擺脫過去的泥沼 共同影響屬於自己的未來 那黃珊珊幾分鐘前發問 她說內科交通的問題是內科跟內湖的奇怪 內科其實每天都有近20萬人21萬人的進出 當然造成現在內科交通非常擁測 也影響到內湖居民的生活 我想就是如此 那怎麼看說她說重點要簽松山機場 那過去許多候選人都把松山機場納入政策 那委員會像是夠吧 我昨天也說過松山機場簽建 每一次都拿出來討論 但是的確有它的困難度 當然也包含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關國防安全的考量 那即便松山機場前面有困難 但是也不影響我們要來改善內湖交通的決心 我想內湖交通一定是可以改善 所以我前天也提出了 改善內湖交通的三支劍 也有很多朋友給我們很好的建議 包括未來是不是可以跟Tia來溝通 面對後疫情時代 做一個彈性分流的上班 我想這些我們都會大陸考量 那您講 再問一下這個 出貫今天早上全部參選 你怎麼看他的這個全部參選 他被選到 是不是覺得就是 這一個選擇更直接 那可能會有一些中間 甚至選籃 選票他一定會拿到 每個六參選的權利 我們都尊重 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可以提出好的市政願景 然後讓市民朋友能夠有一個很好的選擇 首先怎麼看雙城論壇 這個北市議會 就是收回這95萬 然後柯市長要自己付 那主任陳時中就說 這件事情他會加強跟議會的溝通 他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那另外怎麼看陳佩琪 他也幫柯市打得出這90萬會 其實能夠透過雙城論壇 促進兩者之間的交流 我想這都是好事 能夠搭建一個溝通的橋樑 所以花九春晚絕對不是浪費 而是陳時中的眼光太過狹隘 如果談到浪費 其實陳時中部長他會說第二 沒人敢說第一 陳時中的浪費是亦來亦去 他當指揮官的時候 快篩劑讓高登小時間飆了16億 結果最後打水漂 這過程當中浪費了民眾防疫的黃金時間 黑心快篩流入市面 最後全國回收237萬劑無法使用 這就是浪費 然後包括阻擋BNT 但是卻當高端的推銷員 台北市最後也只有4%打高端 那全國剩下200多萬劑 將近17億也就這樣丟入水裡 這也是浪費 聯亞補助3.2億 第二期就失敗了 高端補助了4.6億 第二期報告還沒有出來 總共將近8億 這更是浪費 所以陳時中部長 他的浪費是一來一去 時間到金錢 這幾年難道還不嫌多嗎 結果今天他還好意思出來講說 花95萬能夠出境南山之間的交流是浪費 也改變了我們的三觀 那委員你剛剛說的內湖機場是 松山機場是國安問題 所以您不贊成簽建松山機場嗎 這個有很多層面的考量 我想當然包括簽證到第三行下的興建 我們在立法院就這個議題的討論很多 所以我想當然另外一個層面 其實國防安全的顧慮 我想這個也必須考慮在內 但是就算簽建困難 也不能阻擋我們要改善內科內湖交通的決心 這個只要有心一定可以解決